欢迎大家收看大乘小聚 我是苏佑美 我想大家都很认同 今时今日很多女性 不单止进厨房 出厅堂 而且对于个人的事业 工作都有出色的表现 有时还会在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表现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李少慧医师上来 是和我们聊聊 我知道Ruth 其实你原本未是这个意思 之前入行应该是做广播界的 是不是Ruth 是的 我之前是读新闻传播系 所以大学毕业姜氏 同房 大家很多同学一起去找工作 同房就说 我听到收音机 请这个DJ 觉得你的声音挺好听 不如一起去 这些故事很老套 这些故事 就是陪他去 但是就请了我 就没有请他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知道你在商台做过 新城做过 其实也访问过很多的艺人 对不对 有很多 我们会看到 譚明伦 阿伦 李克勤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 其实李克勤是刚刚出道 对啊 我见过学生歌 阿伦 也是 那个样子很年轻 年轻型版的谭校长 那时候你在电台做了多久 其实毕业之后就做了两年 全职的商台 后来新城开台 然后挖角 又挖了很多人 过去 他们帮他开台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做兼职了 所以前后加上 应该大约有三年 是 但是主持的节目是什么类型 我都做了很多的 因为我都是 读广播出身 所以除了是做音乐节目 我是SoulChart的 叱叱乐坛 是 叱叱乐坛 很厉害 还会做一些访问 几时式的节目 譬如人海素妙 访问不同阶层的人 又做 例如Magazine Program 就是青年杂志式节目 就会访问很多艺术师 就是年轻杂志式节目 有时候是纯音乐 自己个人的 深宵的音乐节目都有 类型很广泛 那你会不会自己也做了 这个编辑自己去拿料 会的 那时候他们还欺负我 凌晨三点钟的期 是让我去剪片 通常是欺负新人的 所以会的 自己会做producer 自己会写剧 我记得我写过 广播剧 对 写过的剧 是我和梁朝韦 做男女主作 那时候韦仔 也刚刚出道 是刚刚出道 就是《蒙隆夜与女》 那时候 给一首歌 上台匹歌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兴奋的 我知道你做了电台 一阵子之后 去了做广播界 去做广告 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我是读新闻传播 里面的广告专业 所以大学一毕业 又不是自己一心想做DJ 只不过是有多好玩 陪人巧合 陪人巧合 这样做了 一直在想 是不是我做广告 也可以做得好呢 所以就想试一下 一做就由一个小writer开始 文案写創作 一直做做做做了二十几年 真的很厉害 另外我知道 里面当中 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我想来自香港的朋友 是很熟悉的 有说你捧红了蒙家慧 和雪儿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郭富城这个广告 大家一定看过 很印象深刻的 那时候是你负责的 对不对 是的 那时候是帮一个电讯公司 做的一个广告 那时候 他的品牌是想推广一种 很自由的一个理念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创作了 一个系列式的广告 整个故事 其实观众可以有份参业的 是的 我觉得很沾身 因为以往的广告 就是30秒完了就没有了 请你买酒 买什么 但是由你那时候 郭富城 你们这个广告 就是说是有故事的 有主角 有了之后是怎样的 很沾身的一个广告 那时候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故事的结尾 是有两个选择的 譬如第一个节目 开始的时候 就是 郭富城刚刚和蒙嘉惟吵架 她是她女朋友 是的 她说你再这样 我就走了 但是她接受了一个讯号 就是她是一个记者 是的 要访问特首 那当然要冲去 是吗 冲了去的时候 又收到一个信息 那时候很流行的 是什么 不像现在有Vostsop 又有WeChat 那时候是有 SMS 收到 原来 郭富城已经去了机场 我说你不来 我就永远跟你拜拜 那好了 在这个时候 我应该去继续访问 究竟是在機場找 那就是觀眾可以投票 現在很容易,互動式廣告很多 但當時只可以用電話 所以很多觀眾打電話去投票 究竟應該繼續留下來做事 應該去追求女朋友 那時候是很多人打電話去投票 打到電話的機樓都打爆了 當然,因為一說起這個廣告 我想所有香港人都會很熟悉 還有打電話的人都很多 很暫身的,從來以前沒試過 這些廣告是這樣的玩法 而且有郭富城 那時候蒙家衛是第一套廣告 是你們發發出來的 雪兒也是 你們怎樣去拍攝? 其實是我的創意 所以我當時是創意總監 整件事由我負責 創意總監 包括選擇女主角 對,包括選擇女主角 我給了很多女主角 我覺得都不太配搭Aaron 而且我覺得不夠有新鮮感 所以我很想找兩個女主角 是很不同的性格 因為他們兩個要爭個男主角 所以一個比較事業型 比較成熟 就是蒙家衛 一個比較清新 好像剛剛大學畢業回來 其實蒙家衛是幕後的 她是做Casting 她反而是負責找人來拍廣告的那個 但你跟她說你這麼漂亮 你試試看 這個就行了 這個就行了 好像有些事業型 不是只有樣子 好像真的做事的那些女生 不是只有模特兒 是的 雪兒就是一個鬼妹仔 她廣東話都不懂的 她有那種好像剛剛讀完 清新 我覺得她很清新 所以兩個人的性格很鮮明 才可以選擇 但是蒙家衛 她自己是一些agency refer 還是她怎樣入行 她自己是一個casting agency 一個幕後的女生 我說你挺好 你走過去一起拍了 我要給客人看 我選了的人 也要給客人去最後approval 客人也是很信任我們 她覺得你的選擇也是很好的 她就入了行 其實做這個創作總監 我覺得真是很闊挑戰性 因為你一定要給別人前衛一點 別人未想到 你就要想到一些東西 引起別人的興趣 別人未發掘的 你就會發掘明星或者歌星 那我記得另外一個廣告 你和你聽說的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這個黃老太 這個黃老太的形象 又是絕對很划算 又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會記得的 你又怎麽製作這個image出來 通常那時拍廣告 你都會見到是帥仔帥女的 是呀 一定漂亮 她不單止不漂亮 還要是一個70歲的老太太 其實那個idea是說的是什麽呢 她是超級市場 當時一個代言人 那為什麽會找她呢 超級市場那時是沒有賣濕貨的 主要都是賣乾貨 所以我們很想 就是說 超級市場裏面 原來有些新鮮的貨品可以買的 那去街市哪個最厲害呢 當然是媽媽 婆婆 那些很多十年經驗的人 那他們通常在街市裏面 講戒就最厲害了 買菜的時候 懂得那裏 有條菜蟲的那個就新鮮了 那裏那裏就髒了 那裏就髒了 那裏就髒了 他們很有經驗 所以我們就想 我們不如今次突破一點 不要找英俊美女做代言人 找一個七十歲的 很尷尖的婆婆 那就適合了 那才能代表到我們的菜市場的 食品 新鮮的蔬菜 那些才是真的有Quality 是有最好的品質 所以現在就找了一個七十歲的婆婆 其實都難的 你知道嗎 當然難 七十歲的婆婆怎麼跟你去演繹一個 很搞笑 有趣味性 又是另一個技巧 是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要她在那裏轉滑 她經歷千辛萬苦 走了很多轉 找到最美的這個鍋 給大家一個優惠換購 她一路在那裏轉 一路在那裏轉 轉一路跌在地上 真的很害怕 是真實的 真的很害怕 真的沒有預計她 因為她年紀都是大的 所以在製作的過程裏面 我自己都要想 有時除了為了想法之外 都要考慮對很多方面的 要照顧 其實身為一個創作總監 真的有很多的想法要去做 我看到Ruth 是一個這麼活潑 這麼精彩的女士 去做廣告 這麼投入 但是為什麼之後 現在成為了這個李醫師的呢 我們一會兒回來 繼續跟Ruth聊天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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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